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种状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宗教 我将上述到 这个宗教 有一点 对 这种状态 的意思是 所以 他在这种状态 但是 他在这种状态 也在这种状态 对 这种状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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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在自己的前面的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 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就是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上师观象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心里面想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 像上师你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当中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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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修持自他小患的菩提心 然后利益他众 那么利益他众的话 今生来世 那就生生世世有不可思议的利益和快乐 让我们世间当中所得的这些快乐 昨天前面也讲了 全部是利他而贪承的 因此如果我们真的从现在开始修自他小患 平时在生活当中 在修行当中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去修 这样修了以后 对自己自然而然会带来许许多多的利益 我们在外面那么多的云云众生当中 看到有些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就随喜 然后有些痛苦的话 马上想 这个人很可怜的 这个人的痛苦马上我要解释 然后自己 不管是你吃饭也好 或者是一些在身体和心里面 有一些快乐的时候 马上想到 今天很快乐的 我吃得特别的这种 好 今天真的是 我们已经过量了 多快乐 多熟 这个快乐不应该在那消失了 会想给众生 然后所有的众生 带出这样的快乐 想出这样的快乐 就你马上心里面起这个作用 所以前古代的一些 真正修行特别好的人的话 他们都认为 这个痛苦和快乐都不能浪费 就是马上要用 用上 怎么用上呢 当我受到病蒙 受到痛苦的时候 马上想 无时以来 一切众生的痛苦 或者是我自己造的业 所有众生的痛苦 让我来代数 马上把这个痛苦用上 甚至你今天已经感冒了 痛痛了 或者小小的一些痛苦 就马上把它用上 所以今天稍微有一点快乐 冬天的时候 真的 我们有时候晒太阳很舒服的 那个时候的这种舒服和快感 也马上回向给众生 这样一来 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蛋糕 我们看看你的怎么来 因为GoldDios 嗯 我们听到了 rir 萂加 pin áb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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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千万万个这些愚笨者的话 那么就经常不但不修利益他宗的这样的殊胜慈悲菩提心 反而呢 就是随随便便 就是受无忌惮地开始毁坏其他的众生 这种这个行为呢 真的是也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平时在做任何一件事情对这个罪业一定要小心翼翼 因此在《贤愚经》当中也说得很清楚 就是随为小罪无情畏无伤 虽然这个罪业呢就是很小的 但是你呢不能就是说这就是无所谓的 就是让马上呢就是害众生啊 或者是做一些传害的事情 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欲经岁云消 能烧草山鸡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虽然有些那个小小的这个祸鞋啊 就是小小的这个祸啊 就说的是很小的 但是呢 他也是能这个分操 就是像那个山那么大的这种草啊 就是堆积的这种草呢 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也会这个烧尽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的话呢 就是大家对这个因果就是一定要这个竞争 感谢人家 我都想rative 我是2orithcer啊 大家 杨湿的认识 2018年近年 Way impeachment 连arna letters 说几个月 好 是 salt 杨涵 所有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就是说 这个交界我们断除 刚才就是不休慈慈大交换的这个意囊 那么下面就是说 让我们就是一定要了解到 就是所有的这个事件的这种灾害痛苦的来源是什么 也就是说呢 世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 就是像那个地震啊 火灾啊 水灾啊 就是当当就是地水火风的各种这个灾难 然后呢 也有一些这个恐怖 任何非人的这个恐怖 世间上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恐怖啊 以及呢 我们在轮回当中呢 就是有这个生老四弟呢 行苦变苦苦苦当之三大痛苦 以及世间里面呢 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些轮回的痛苦 比如说地狱呢 就是有这个寒热的痛苦 饿鬼有饥饿的 饥渴的痛苦 天人有四朵的痛苦 等等 诸如此类的这个痛苦呢 就是不可计数 那么这些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 全部都是我之而产生的 大家一定要高清楚 如果我们的这个撒假意见 也就是说呢 就是我和我所者 我和我所者没有的话呢 那轮回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呢 就是绝对是不会有的 所以因为是这样呢 就约神菩萨在这个《入中论》当中啊 就是说是 就说得很清楚的 就是世间上的所有的众生 首先是有这个我的执著 然后有这个我所的执著 然后有了我和我所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法的执著 就有法的执著 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些三界人会里面的众生 全部都是就像这个水车一样的 然后不过是 那些人 我们就像这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有的烦恼过失 依靠跟我之精密念在一起 在《法证伦师》的《十两论》里面 也是这样说了 有我则之他 自他中之称 此等近相恋 而生诸国患 意思就是说 有了我的执着 再有他的执着 而有了我和他的执着以后 然后对自方产生贪执 然后对他方产生团恨性 然后坦诚与我之精密地相恋在一起 这样以后很多的嫉妒 还有傲慢等等 各种烦恼 然后各种各样的痛苦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样的 生老死病的各种痛苦 也是开始出现的 就是说 所谓的我之 他是最可怕的魔 应该就是说 他是魔王 这样的魔对我们来说 有何用呢 一般的魔 以前《马吉拉众》的一些教言里面 就是有爱魔与无爱魔 还有希勒魔与傲慢魔 那么此也数傲慢魔 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有爱魔 和无爱魔 还有希勒魔 全部可以包括在傲慢魔 所谓的傲慢魔 就是我们自己无始以来执著 我是存在的 所谓的傲慢 大家都知道是 本来不存在的功德 就认为是我有功德的话 这叫做傲慢 所谓的我 真的是用通过中观和一些密法的教言 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就不会有的 但是我们都反而认为是存在的话 这叫做傲慢魔 那么这种魔 我们每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一直存在着 所以我们在闻解脱 就是闻解脱当中 就是经常就是三戒大魔 三戒大魔就是我者的意思 就是三戒当中 三戒众生呢 全部都是由这种我者的魔 就是来束缚着 就是来困着 所以我们没有消除这个我之前的话 就是一直也是不可能 就是获得解脱的 就是因为这种魔法就是将为是给你 王cular的老人 就是这样子 对我来说 那时候我们这种魔法就是 是同事的主力 marine 就是将来啰事 一边的火力 就是将来的 刚才你打开 自己的毒液 在那里有什么 是怎麼可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就是用比喻来就是说明就是为什么断除呢 因为我们没有断我执呢 就是痛苦是不可能就是断掉的 我执未尽色苦彼不朗处 如火未泡戒不眠塑造上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所谓的所谓的我执呢 就是当然这里的这个我执的话呢 就是喜欢自己的爱护自己的 那么无时以来我们终生具有的这种爱我的执着 爱我的这种执着呢 一定要就是彻底断除 就是通过中管的修行 大圆满或者是弥法的一些修行 要断除 如果我们没有断除 没有这个修持自大教患的话呢 那么三界当中的这些痛苦啊 就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的话呢 绝对是不可能就是出道的 现在我们很多人是特别的这种痛苦 为什么是痛苦呢 正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断除我执 我执呢 一直这个紧紧地困着我们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种折磨 我们的这种痛苦呢 就是不断地会增上的 所以《诗量论》当中呢 有一句话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他说 知我为你处 比较受折磨 就比较受折磨 而是苦 而是苦证 而是苦证以不足自行众 而是苦证以不足自行众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这个所谓的我执没有断除的话呢 那么将来就是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呢 就是不断地受折磨 受这个骄傲 在那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痛苦呢 就是越来越这个争议 就是争议的话呢 就是正常的意思 也是一种怎么说啊 就是他的这个痛苦呢 就是一直是不断的 而且呢 根本不可能就是安住在自然这个心性的光明当中啊 就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是不能安住啊 不能坐谈呢 原因就是我执没有断 整天就是忽视乱想 整天呢就是痛苦的不得了 这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断除这种我执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 实践的这种痛苦呢 就是全部是来自于我执 那么这个从比喻来说的话呢 比如说一个人呢 就是树上拿着这个火啊 拿着这个一堆火 然后呢 你哭的不得了 就是整个这个树都开始这个燃烧 那你不愿意放弃这个火的话呢 那这个什么时候放弃了才可以把这个燃烧呢 就会这个灭尽 你的这种痛苦呢 会灭尽 但你没有放弃之前呢 那这个火呢 不断地烧你的树 不可能呢 就是获得这种快乐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 什么时候我执断了以后 在那个时候呢 真的是就是有一种这个 就无路的这种快乐 这种快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就是摄意 摄意就是前面待受痛苦 舍弃自己 还有自清他宗的功德 然后不修自他交换的过患 就讲了四个方面的 第五个就是摄意 那么摄意就是从意乐方面 就是要终结自他交换 从行为上面终结自他交换 那么首先就是第一个 意乐方面讲的 那么我们为了就是 自知啊 就是自己的这个 无事以来在轮回当中 处各种各样的这个损害的这种痛苦 同时呢 也为了这个灭除三界轮回当中啊 就与我们有关的这个 非常多的可怜的众生 那么他们的这个痛苦 就是为了就是灭除四他的一切 在轮回里面的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恐怖啊 危害灾难啊 以及就是种种的这种 难以这个认受的这些痛苦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做这个 舍弃自己啊 就是舍弃自己 自己所有的这个身体 自己所有的善根 自己所有的这些财产呢 全部都一点都不执着的 就是给给就是三界有关的一些众生 然后把别人呢 就是看作自己一样的 让众生获得快乐的话呢 那世间上这是唯一的这个 自知痛苦的妙药 就是我们的这个菩提心 所以呢我们这个为了就是自他呢 就是修持这个菩提心啊 就是一定要将这个所有的这些 这个福乐就是财富呢 就是全部给给这个众生 那么做这样的这个众生的事情的话呢 来自这个生生世世 前辈完结当中 我要这个做的话呢 也一点也是不生这个严瞒心 就是经庄论里面也是这样了 就是佛子一生心 成熟著众生 为生一善心 千万皆不严 就讲的我觉得是特别的这个殊胜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作为大臣负责的话呢 就是他依靠一个超胜的这种精进心 就是依靠一个超胜的精进 然后呢 就是度化众生 成熟众生 就是三界轮回的众生呢 我们该值得这个度化 该值得这个安慰 那么安慰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一个众生的心的相续当中 生起一颗善心 就一颗利益的心 一颗善心的话呢 化千倍万劫呢 我也是不生起厌烦心 其实这样的这种教言呢 真的是我们世间当中是 用这个金钱来卖不到的 如果有一些有信心的人 有因缘的人的话呢 就是那么圣者们的一个教言呢 真的是对乃至生生世世世 收获费钱的 我也是不生带他们的 我也是不生意 though 我们就想着想着 这是拍手来的 对 你 我也是不生意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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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